对,一打四的都是因为不怂,然后就打疯了 咱们昨天打的是这条线,咱们今天把底下这条线打通吧,怎么样 咱们把底下这条线打通 底下这条线打通,好像他们说是哪个,是从哪下车好像是,这儿是吧 好像是这里,感觉不连通的慢卡,谢谢 好像是这儿吧,怎么这么大,陆小姐,我在帮你找找吧 有些东西丢了就丢了吧,反正是这儿吧,应该,在跳过吧 终于到了,哎,无限了,下车了,下车了,下车了,别上头的机会了 这里不下车了 给你添小提,谢谢 这里选什么呀,选留在车上是吗 哪些彼岸的星辰大海,这里是选留在车上吗 你开李峰吧,刚才不是李峰都出来了,暗示你的第一,你开李峰 你开李峰吧,刚才不是李峰都出来了,暗示你的第一 你开李峰 我牵着李峰,你去插钱一 李峰很难对付 放心吧,我自有办法 游戏名字叫隐形守护者 肖先生,你最好解释一下,你刚才去哪儿了 我烟饮饭了,多抽了几支烟 小罗斯,跟我瞅 等等,我想有一件事情,你一定很感谢 你想知道小顾临死前说过什么吗 他说了什么 他说了什么 小顾临死前说,李科长是他最初代 他一直都觉得李科长走的路都是对的 他一直都觉得李科长走的路都是对的 可小顾,走这样子是什么 是不是说明李科长跟他走了一样的路 转过身去,一致说的 你觉得谁被杀了 这个主角太渣了,谁也打不过 我就没见他单天赢过了 你妈死了 你妹啊 我再想一个 我们可以拿五等的人作线文账 转移前夜对我的怀疑 那就得死无对证 太渣了 渣的一笔 打男的谁也打不过 打女的一打一个准 告诉前夜身上有共产党 我不怕你是妹子 我先去解决五等 你也死在我前面 萧先生 你最好解释一下 你刚才去哪儿了 他不会又死 我正在找你 五等人在车上 他们想杀我 哦 还想使诈 我们走 好像没死 萧先生 说 你刚才干嘛去 前夜长官 我刚刚 被五等的刺客追杀 被冲队长救下 他已经追过去了 前夜长官 最好把交付靠在这里 别让他到处乱跑 前夜长官 我真的没做什么 靠起来太麻烦了 卧槽 看掉他的腿 就好 报告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我刚才发现萧先生被子人追杀 我想搞清楚子人的身份 但 当我抓住他 是 他自杀 有这么强吗 如何和大魔术上游戴 我反正 反正过去吧 他就不会死 应该不会死 那你知道的是什么 我迟到五等的秘密 嗯 说 五等派人上来 只是障眼法 他真正的结果是 这下他们应该信了吧 挨了一枪 就是 我的杀 这是游戏和电视不一样 电视是一个结局 游戏有很多结局 感觉挂不了 他把这日本杀 终于牛逼了一回 终于熊起了一回 什么游戏 隐形守护者 隐形守护者 终于熊起了一回 我草 两个医生也打不过 还得靠老婆 还是老婆厉害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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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操 不是吧 没打着啊子弹 我们好惨 他俩又假装 又栽赃成功了 他没死啊 两个人要双速双飞了吗 他还是趁那帮日本人追李峰就跑了吧 前面故事过来了 别哭了要不然也到不了这儿 对吧 不要死啊 不要死啊 妹子不许死 逃不掉路 与其想耗子般被人追赶 不如在死前进行一场畅快灵敌的战斗 不会真死了吗 在这里与日军战斗而死 会让所有人明白 我操 真的双速双飞了 真的双速双飞了 我操 我操 那应该怎么办 哪里选错了 网全刷剧情 从哪刷才哪刷不知道 哪个前面有个负商 你们遇到 社长叫我采访前野 第几章啊 第五章吗 第五章吗 这个 不谈啊 不谈啊 是这个吗 这不是负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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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旦失去了野心 也只能做这种 没水平的工作了 这不是去负商吗 这不是去负商吗 这不对了吗 这不对了吗 那应该对了吧 那应该对了吧 还是跟你这样的文人雅师打交道 喝茶 东老板不仅生意做得好 品位是相当的高 不瞒萧先生说 我非常喜欢文学艺术 而且 而且 我很有天赋啊 三岁会画画 四岁会唱戏 五岁会唱戏 五岁人云诗 对了 小大吉兰 看看我写的诗 看看我写的诗 美人 一朵花 这是你的妈妈明年人 都会写诗 都会写诗 写题中作样理 共诚可 好诗 所以 好专与行语吧 那 那我试试 常爱写诗 红尘歌 即使黄金座一个大称陀 天下皆知人都在红尘过春风月下隐 将军戍边人未还 千末花开越南山 野火春风烧何处 寻阳江上有青山 选大称陀吗 肯定选乐俗的是不是 即使黄金座一个大称陀 天下皆知人都在红尘过 哎呀 好吃 好吃 小大记者果然是才华横移 大称陀大大 亚俗 所有你来试评 啊 但却是 在我的指导下完成的 在我的指导下完成的 哎 归根结底 还是我有视频啊 啊 感谢一命第二驱态 谢谢 哈哈哈哈 嘿嘿嘿 当然了 小记者 你也有功了 我不能功 想要啥 哈哈 想要美女 哈哈 什么都不要 好吧 我想 我 我如果选美女会发生什么 我如果选美女会发生什么 算了 别想美女 想美女估计就死了 我觉得 来 咱们看一看 死了 咱们再重来 看看美女是什么 哈哈哈哈 小窕淑女 君子好全 来看看怎么死 哈哈哈哈 哈哈 我在大上海夜总会啊 可认识不少美女啊 我想看看怎么死 这样吧 下次去夜总会 我把你戴上 哈哈哈哈 我懂妄诚的朋友啊 嗯 不知道有多少姑娘 想搬父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 呃 那就 先试过等些什么 呃 我也得告辞了 小先生 慢走 嗯 您留步 好像得选消 什么都不要 要不然这个是比较深远 嗯 咱们还是好好打吧 因为这个 这个是比较深远的 你要瞎选 你瞎选 可能后面就不行的 咱还是正常的选吧 这瞎选 有可能后面又过不了了 咱们还是什么都不要吧 咱们得通关呢 你看你看 获得关键剧情了吧 咱们 满足不了你的要求 要不然没有关键剧情 小某 没有别的意思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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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仔细想想 搞不到手的东西 嗯 蛮多的 啊 啊 小大记者的人情 我只好 来人在乎 嗯 告辞 赖 你是谁 想要见到小先生 真是不容易 条 festa 此下 弦也不穩 此刻刻 信任可證 消息聲 可否回答我幾個問題 又要回答問題了 回答吧 當然可以 讓我們換個更安靜的地方 拒絕嗎 我又選錯了 我到底選錯了 拒絕啊 拒絕 對不起我休息了 嗯 你要幹嘛 小君這麼想休息 那就換個地方 讓小君好好休息 這種休息方式 你騙我啊 你騙我啊 媽媽請你們騙我 靠 靠 靠 騙我 我選對了 你們騙我 賤人 媽的 騙我 让我们换个更安静的地方 后谈谈 我就觉得我选对了吗 骗我 原来想让我死 别别别别别 不用想对我 不用想对我 休息可真休息 那这个人可以跳过是吧 这个和这段看过 我愿意为前夜长官消灭 很好 我果然没有看错人 只要萧菌随我到南京军部进行取证 很快 就可以逮捕武藤之雄了 萧菌 你可以离开了 是 这儿可以跳过了 这儿看过了 直接到跳下火车吗 直接到跳下火车 我信了 我信了 再骗我不行了 终于到了 终于到了 不是下车了 下车了 下车了 至少逃得机会了 这里是留在车上 这里是留在车上还是还是跳下去 最后面 等等我看看 最后面 哪里啊 这里 我知道 我知道 不留就死了 不留那条线 我昨天已经打过了 接下来走 哪里 这里啊 这里不会死吗 这就不会死吗 我怎么不感觉还是要死的样子 我怎么感觉还是要死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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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看看泰拉怎么活 看看怎麼掉了 沒想到 沒想到最後 射一個共產黨死在一起 這樣 也不一樣 逃不掉了 與其像耗子般被人追趕 這不還是死了吧 更重要的是 在這裡與日軍戰鬥而死 我會讓所有人明白 你不是一個罕奸 不還是要死嗎 這不還是死嗎 真的不死 我做啥呢 玩遊戲啊 守護的 隱形守護者 真的不死 歡迎來到南京警衛局地下監獄 蕭先生 你膽子夠大的 敢自殺前野長官 本來你的腦袋是要掛在城牆裡 這不是剛才那個負傷嗎 化妝嗎 你還有一線生機 前野的事情 莊曉曼那邊已經交代了 所以 我想跟你談談 中共第二號的事 據說第二號就在那列火車上 要騙他呢 逗他玩呢 提供線索 幫我們找到他 你和隔壁的莊曉曼就能活著離開 我 我不知道 這不是逗他玩的嗎 這不是這倆人裝的嗎 這倆人不是共產黨的嗎 我自己選 好好好 別劇透 我自己選 我自己選 好 不過 我可以告訴你 和第二號聯絡的暗號 哼 我 再找一本 叫做 榮摘六筆的書 很好 那 你睡吧 好像沒死 成為農民 我操 小年六十 為什麼偏偏是六十九歲啊 不能是六十八呢 你美啊 我 我 我真的不知道 這麼跟你說 莊曉曼身受重傷 你知道他婚姻期間都喊了什麼嗎 你的名字 他一直在喊你的名字 聽得讓人心疼啊 我們南京政府 對敵人心疼手辣 但是 對願意合作的同胞 卻會網開一遍 想測試看看 是不是他想去 農民黨 只要你告訴我們 第二號是誰 我保你們倆遠離紛爭 他自己都不知道第二號是誰 安動餘生 說吧 誰是第二號 我就是第二號 你們遵守承諾 把仇曉曼放了吧 你是第二號 我覺得可以了 蕭先生 聽好了 這是我最後一個問題 我再找一本 叫做榮摘六筆書 是榮 榮摘隨筆 只有五筆 蕭先生 你好啊 看來我們是同道中人 是同道中人 感謝李先生 感謝小元偉 謝謝 中共地下黨 你口袋裡的梅花繡褲還在嗎 是組織 找到組織了 剛才讓你受到了驚嚇 剛才讓你受驚了 我們必須測試一下 你是哪方的人 終於和組織聯繫上了 我們即時趕到救了你 但日本人在到處搜捕 刺殺前野的兇手 我必須馬上 你看咱們玩遊戲 可以選錯了從來 但是 但是這些前輩們 在他們實際選的時候 選錯了可就真的死了 我必須要想辦法說服組織 保護莊小滿 我沒有想錯了 我沒有想錯了 你將武藤和軍統的灰色交易 以及火車上發生的事情 一五一十地敘述了一遍 包括莊小滿 被上級出賣的 我沒有想錯了 我想錯了 我感覺應該沒想錯吧 蛤 這武蛇嗎 又一種死法 又被捂死了 這主制長的 這主角的死法也太多了吧 被捂死了 庄小曼 是代号护风的中共地下当 你把多年来 获取情报的经历 讲述了一遍 包括孙氏父子的悲剧 只是主角 换成了庄小曼 而你变成了 他的一枚棋子 细节充分 情节生动 令人幸福啊 太可怕了 那你又是谁呢 我只是 庄小曼发展的下线 表面上 是他的陆水行人 陆水行人可还行 陆水行人不错 一直在找着胡逢同志 你的意见是 多一个知情人 也就多了一张嘴 我还是担心安全的问题 我曾经答应过这位消息 死地面上有这一位 再见到他是 要还他的人情 既然消息 是胡锋可以团结的力量 我们一样可以团结 听到了这个回答 你欣慰地闭上了眼睛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啊 雨后的天空就是美呀 看来这段时间 萧先生的伤恢复得不错 你应该还记得这里吧 这里是学校附近的墓地 方老师就在此身下 他就是第二号 谢谢你那天冒似在车上传递信号 但其实那天啊 我不在车上 吴腾得到的情报不假 但我也及时查阅 我感觉到了危险 没有上车 庄小姐醒了 他对我讲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 不过你放心 我已经相信了你的故事 自然不会去信另一个 那您 大叔怎么安排他 下周啊 我会带庄小姐回延安 只要他听从我的安排 就会成为延安的新英雄 但他确实不听话 留下来做露水情人吧 这一次火车事件 日本人竟然清楚我的行踪 说明组织内部也潜伏 有敌人的眼线 武藤那边的情报 我也会多加留意的 但是首先 要注意你自己的安全 太容易挂了 太阳照常升息 也许我们会消失 但我们热爱的许多事物 将永远延续 这里面的好多台词好棒 台词真的好棒 知道你承受了误解 暗杀 除卖 一次次深陷黑暗之中 你能坚持到今天 真的很不容易 我可以提供给你很多东西 情报 认 帮手 武器 以供你继续去贯彻 最初的信仰 但我也有无法给你的东西 比如身份 认可 荣誉 小兔 你是否愿意继续这种 忍辱负重的人生 这只能愿意啊 这不能说我太累了吧 哎 红色芳华 有一个好学生啊 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年轻人 我们的民族才有未来呀 小兔同志 他是灵骁 叶英是陆网珠吗 叶英是陆网珠吗 叶英同志 还欠你一份人情呢 虽然那天我不在车上 但叶英同志 却在车上执行任务 你救下的那个人啊 其实就是他 怎么会多了一个 你们迟早会相见的 副社长啊 东朵西藏了一个月 我也厌倦了 李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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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啥玩意儿 这他妈战武渣 你他妈掏枪就掏枪吧 掏枪是被人打死 妈的战武渣 你还掏枪里 我是真是战武渣 你居然还活着 活到这份上 我已经没多少在乎的东西了 对我有知语之恩的长官 被你们杀了 武藤 四处把人搜捕我 而我最喜欢的三个部下 结果都是那件 瞧我这辈子活的 真不如一条狗 但我不想承认 这就是我的一辈子 所以 我得出了另一个结论 不是小顾 不是胡一彪 更不是装小曼 而是你 你才是幕后黑手 我要为他们报仇 夜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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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废话少说 你是 夜英 小土 你好 1943年 是你完成任务 胡锋回归 打开这 打开下面这条通道了 可以把下面这条线完成了 上面扶桑安婚曲最短了 完成了 这条好像是那啥 美丽新世界 咱们把这个红色方法完成 打风起戏云飞扬 他俩半夫妻了吗 在同志面前丝毫不克制一下 你跟我的恋人相比 简直差远了 我的恋人 是党内重点培养的优秀人才 是延安数一数二的青年文学家 无论是文笔才华 还是思想觉悟 又开始了 面对高一时 陆旺书是一个情感信任 但信仰坚定的共产主义者 面对蒋旭之时 他是一个踏实认真的新闻工作者 然而一旦和你单独相处 他就变成了一个神经质 他会用充满怨气的声音 发表对你的不满 然后用虔诚的声音 诉说着对另一个人的思念 陆旺书的恋人结婚了 陆旺书潜伏的那一刻起 两人的恋情就已告终 只是我没有让他知道这件事而已 好像大多数人都喜欢他假扮了 组织希望你跟陆旺书 假扮情侣 成为一对名义上的 汉奸夫妻 我和陆旺书假扮情侣 不只是假扮 组织更希望 你们能成为真正的亲人 你 你笑什么 新年了开心 怎么这么傻逼啊 听着这话 可惜了 现在只有我陪在你身边 笑得好像哭一样 好感度减一不行 我要加一 新年了 开心 叫得好像哭一样 死气沉沉 有时候 我也挺羡慕你的 无论是谁 你都可以用一张苦瓜脸去面对 而我就不行 从小父母就教导我 扶桑县那条线 他把乌鲁王叔给打死了 应该时刻揣自对方的想法 变换自己的表情和语气 努力迎合对方 讨好对方 日本人 狗汉奸 上级领导 这些都是对我很重要的人 可他们的想法却各不相同 于是我也各不相同 他真恶心 有时候觉得真恶心 不过还好 再怎么恶心 他也看不到 只要把最好的一面 下衣肯定不行 那个荷包 只有他送的 抱歉 当事情是所谓 我本来想 他会理解的 我现在是你的未婚妻 对吧 小图 今年快乐 武藤 武藤其实也挺有人格魅力的 大家好 欢迎你们来参加 今天的新年宴会 在此新年之际 我仅代表日本帝国 从武藤的致辞里 你发现了两点与网民不同之处 他的致辞中没有对未来的展望 只有对过去的感情 参与烟火大会的人明显少了很多 1945年日本要投降了 战败投降了 日本不是四五年投降的吗 请进 武藤律师 啊小君 你来得真好 请你介绍一下 这位是冯一贤 冯先生 他是日本人啊 这个冯一贤 一直想见见小图先生吗 这位就是 九阳大女 冯先生 幸会幸会 小君 冯先生 是我的商机积天大作 极力推荐的一位中文 曾夺此执行 出身入死的人物 为帝国 怎么日本人马上就投降了 刚才是四五年新年吗 四五年八月十五号 日本投降 毕竟肖先生是才子 而我是庸人 只有一条命可供帝国驱使 我押上性命的奋斗 不顾是与黑暗抗争的一丝火 有转瞬即逝 而肖先生的寥寥数笔 却能唤醒千千万万国民之思想 这才是闪耀夜空的永恒星光 其实在那个年代 能成为英雄的还是少数 大部分人都受不了 好的 定时 肖先生 没有机会 咱们再聊 不不不 日本就是1945年 投降的 肖军 抱歉 我已决定 让冯一贤 接手你在公馆的工作 同时 我也建议你 不要继续在亚会通讯社 陨师了 肖军 战争达到现在 形势已经很明朗了 军事力量的差距 不是情报工作可以弥补 我们对战局的影响力 都微乎其微 与其继续挣大光明的 为帝国工作 不如忍辱偷生 把方向 深埋心底 目前来看 数年 甚至 数十年的世界内 帝国 都很难实现 征服中国 并是认为 帝国已经输了吗 输赢成败 只是一时而已 上一次的世界战争 他也预感到日本 已经不行了 他也预感到日本已经不行了 重新洗牌 我相信 这次也一样 一定会有人对洗牌 结果 感谢生年不版本 所以 对你我而言 重要的不是 眼前的情报工作 而是 活下去 直到 再次开局 只怕 你属下的汉奸身份 活不到战争 再次开局的那天了 很多人 都开始为自己谋后路 有人隐居山林 有人仓皇外逃 甚至公然叛变 还有的人 蠢蠢欲动 寻找机会 勾结军 竟然以兴荣邦为终结 向他们泄露情报 以表爱国之心 我曾犹豫 是不应该 清剿星荣邦 摧毁情报泄露的根源 维护伤害的稳定 但现在 小军 我希望你向星荣邦示好 适当透露一些情报 以换取军统的信任 直到如今 与其于死 是啊 潜伏很难的 咱们在这玩游戏没事 人家真正 真正的潜伏 选错了就死了 首先 我丝毫不怀疑冯一贤先生 对帝国的忠心 其次 就算他做不好这儿的工作 又有什么关系呢 公管对战局 已经没有什么影响力了 冯一贤的表现 再怎么出色 也无力影响战争 日本打败了 日本被美国打败了 自己的命运吧 小军 直进 直退 才是人生的 人生要去招惹人家美 我们可不要像冯先生那样 一条路 摸到黑呀 前路 慢慢 小军 珍重 如果有任何困难 欢迎随时来找我 记住 我下去 我下去 书法行色 光寸变态之中 自有万丈波澜 心爱无字 便是万一千言 沈先生 只用直言片语 就让旺叔看到了书法世界的莫测神奇 也让旺叔感受到了自己的浅薄无知 哪里哪里 我说啊 你的资质 在我教过的女学生中是最好的 教导你 指引你的同时 男青也是心潮澎湃 不难自移 我说 这人是不是看上这一集了 小徒 你来了 是不是 快来拜见文坛太斗 沈蓝青先生 你好沈先生 你是 这人手都不深的 亚晖通讯社副社长 这么屌 小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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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蓝青无聊的时候 也曾翻译过亚晖通讯社的报纸 无意中瞥见肖先生的文章 怎么评价好呢 肖某的文章自然是入不了沈太斗的眼了 肖先生有没有读过蓝青的文章 没读过呗 肯定没读过 说真话呗 强行说读过 并没有 我工作忙 时间少 无怪你写不出好东西来 别人把鲜花摆在那里 你却视而不见 只一心一意摆弄你的残枝败玉 沈先生 不要对我们要求过高吗 对您来说 写作是一项伟大的事业 但对于我和小徒而言 写作毕竟只是谋生的手段 哦 黄叔 不要贬低你自己 你的资质已经得到了我的认同 又去趁机摸人家手 如果你真心热爱文学的话 这人他妈的趁机摸人家手 还摸住不放 一对一辅导 一对一辅导 一对一辅导还行 诶 诶 王叔 我们晚上 不是还要去拜访高老师吗 哦 对的对的 沈先生 不好意思 我们还有什么事 好 那蓝青妾告辞了 嗯 哈哈哈 百万不如一剑啊 哈哈哈 沈先生知道如何去联系女人 怪不得有那么多的女子为她献猪 而她的每一个女人 都能够投入全身心的爱 对某每一个女人都投入全身心的爱 这不是扯大吗 唉 你不只能爱一个吗 其实沈先生本身没有什么政治倾向 他只是一个追求爱与和平的文学大家 可惜他的理念被汪精卫理由 成为了政治宣传 这个时候汪精卫应该已经倒台了吧 四五年 这位女士 请您重复一遍刚才的讲话 您是 黄叔 这位是冯一贤冯先生 武藤领事的贵客 冯先生 这位是我的未婚妻 陆老叔 陆小姐 趁现在还没忘了 请先重复刚才的讲话 我在说沈蓝青先生 您是不是提到了汪精卫主席 我刚才在说汪主席和沈先生 问完了没有 小先生 您的未婚妻陆小姐 刚才说了什么 您可以告诉我吗 汪主席非常欣赏沈蓝青 说汪主席非常欣赏沈蓝青 太想明白了 抱歉陆小姐 冯某有点神经过满 对不起 打扰二位的 嗯 真是扫兴 遇见这么个怪人 时间不早了 我们走吧 我想错了 刚才那个冯先生 真奇怪 我简直不想跟他说话 那人是有些不可领域 多亏你帮我打圆场 看来 你偶尔还是有点用处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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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偶尔还是有点用处的吧 对不起 政治利用沈蓝青 陆小姐 您为何要对我撒谎 我记错了 抱歉 哪有错 只是把心中所想 直接说出来 我知道陆小姐是文贪中人 而文人最崇尚呀 往往是那些 不受政治约束的自由私行者 因此在陆小姐心中 沈先生的地位 恐怕比汪主席要高很多 冯先生 真是对我们文贪了如指掌啊 哼 陆小姐别见外 我既不是汪政府的人 更不是日本人的狗 我也是一个 自由英文私行者 更不是日本人的狗 既然我们都是崇尚自由的思想者 冯先生 又何必为难我的未婚姻 哼 肖先生 互花心切 还真是感人啊 我的一位日本友人 给我进了两瓶上好的日本清酒 肖先生 曾在日本留学 又得武刘女士之赏识 冯某非常希望 能和您做个朋友 周三上午 不知肖先生 可否光临寒舍了 我们就来个 煮酒 论英雄 答应吧 那肖某 恭敬不如从命 哈哈 太好了 冯某定让那人备好清酒 恭候肖先生 可大驾光临 哈哈哈 真是小型 遇见这么个怪人 好了 时间不走了 我们走吧 日本的清酒 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武藤志雄 武藤志雄萌生退役 而你也已经被当作妻子 冯一贤的邀约 却让你警惕起来 这个人有着偏执 却精准的情报处决 所以他接近你的真正目的 到底是什么 刚才我一时走神 说错了话 真是抱歉 啊 没事 看见我犯错 一定很开心吧 一直以来 都是我在批评你的种种毛病 今天 终于让你抓住一次我的把柄了 但是刚才 你也有错 你明明可以骗过冯一贤的 你去故意给我拆台 小徒 你到底是有多讨厌 我不拆你台就死了 妹子 我已经死过一次了 他怎么又简易了 你妹啊 你妹啊 这什么假二 这没有加一的呀 骗子 看来我选对了 妹子 你这种人内心真阴暗 表面上不露声色 背地里却才算计别人 被骗了 制作组也太烫烂了吧 怎么都是减 只能看减少减多 别当好 伍腾贼 想让你抓住 老兵 你でも用脾袋点 我过来 已经演势了 意味着 немножко 目前 명 冯一贤 不是什么好东西 发生了什么事吗 冯一贤是一个情报天才 略带神经士 任何一点蛛丝马迹 都可以引起他的怀疑 他会是我们极为危险的敌人 再往面上他邀请我去他家做客 看来冯一贤这个人 真的不简单 目前战争继续不见明了 如果武藤 真的在积极准备撤退 对我们来说绝对是个好消息 那也不能排除烟雾弹的可能 我觉他们正在积蓄力量 准备最后的反扑 组织给我们下单的任务就是 探取日本人的撤退计划 所以 文一贤此次的邀约 显得尤为重要 日本人都要撤退了 能从冯一贤口中 冻击日本人真正的计划 那么我们就能够事前访废 避免在战争结束前 日本人对黎明百姓造成更大的伤害 嗯 我明白了 王叔啊 你做得非常出色 下面 就替你参加沈蓝青的讲堂 又去找沈蓝青了 打开一条新的情报室 要色诱他 你怎么办 王叔 你怎么了 王叔 想问您一个问题 你问吧 第二号曾经答应过我 战后 会尽快安排我 回到延安后方 和我恋人团聚 来来 王叔啊 我明白 你想尽快回到你恋人身边的心情 但 你首先是一名无产阶级战士 我希望 你坚强起来 先把工作做好 可是组织答应过我的 之后的事情 陆王叔 带着哭腔做汇报 高原一世安慰 你也配合着他 他还想着他以前的恋人 做出时而严肃 时而感动的表情 但你的思绪 早已飘远 闲浮快要结束了 期盼已久的日子终于要到来 之后 你该做什么 成为一个文学工作者 只是不知有没有报刊杂志愿意看灯影 这句拖啊 死就死没事 感谢等待秦天 谢谢 也不知人们愿不愿意把孩子交到你手里 不管结果如何 不是电影 很多事情都值得一世 还有很多人 都值得一见 哎 小头 你这是干嘛 是时候为战后打算了 大展宏图 我选错了吗 我都不敢相信你们 你们老想让我死 收云根三个字 是给你的街头暗号 最近街头频繁 虽然战争已接近尾声 但你隐隐感觉到 上海的地下形势 愈发的暗潮汹涌 你要单独见我 坐 第二号对我们的战后安排 已经下来了 你跟我见识 都会迅速撤离到大后方 但第二号 希望陆望书 能够在战争后 打入国民党内部 继续潜伏 靠 陆望书可是一直期盼着 能在战后回到延安 太坏了 感谢娜娜 谢谢 一个我都明白 陆望书回到延安 他会面临更残酷的现实 并且火车刺杀案后 组织就怀疑地下党组织 出了内奸 无论这个内奸是谁 战后都不可能退回后方 隐形守护者 第二号是在怀疑 没有阻止之前 还是不要妄加揣测 最近陆望书在你面前 有没有什么异常表现 我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你继续观察陆望书的表现 如果他示好图治的话 我绝对不会冤枉他的 我明白了 我选错了吗 这个你拿好 这把墙给你防身用 减缝一闲 你要万分小心 知道了 这选错不会死吧 什么东西啊 啊 啊 谢谢大家